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 我沒有出軌 孩子就是我老公的 除了我上班時間 只要我聚會的飯局上有男性 甚至在我逛街的時候 有男性跟我問了路 我婆婆都會不高興 她都會在跟我老公 打視頻電話的時候告狀 我老公休假回來幾天 沒想到我就懷上了 你說我都懷孕了 你總不能還說我出軌了吧 孩子就是我老公的 如果我有一句謊話 天打雷劈 你別動 你別動 小心傷口 杜醫生 我求求你 你不要撒謊 我看得出來 你是一個直率的人 我求求你 你不要幫著醫院撒謊 我真的沒有出軌 我真的沒有 關於最近婦產科出現的 抱錯嬰兒的糾紛 Lawrence認為 有可能是基因問題引起的 這是一種非常罕見的情況 下面讓Lawrence來介紹 Lawrence 請 我們曾經帶來一個女兒 給予生育體育體育體 但是 育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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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合適合 我和父母 他們問我們 是否因我們所所謂的 子肌肉 原生育體育體育體埋 有数百个人数据犯了 如果医院或母亲 没有骗 这就是一个可能性 这就是你们医院的失误 你们别再找借口了 医院是不可能失误的 如果你不做 你老婆怎么办 你们表面上是在告医院 难道你的父母 不是一直都在怀疑他们 我宁可相信 这就是医院的失误 那如果我结果出来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 这 叫什么 什么倩盒 我是绿帽子不是戴定了 杨叔在你父母的坚实下 为了让他们安心 已经放弃了一切正常的 社交和娱乐 你不相信医院 又不相信你老婆 那我问你 如果你坚持打官司 那么诉讼拉锯的这几年 孩子怎么办 你养不养 我为什么要养别人的孩子 如果这是你孩子呢 我不相信 结果出来了 田主任让我叫你们过去 结果出来了 是浅和基因 你丈夫的身上 的确有两套DNA 另外一套完全吻合 这个孩子是你们的 医院没有搞错 你也没有出轨 太好了 杨叔 你清白了 这都说这孩子越长越开啊 真是果然啊 大宝贝 知不知道刚生出来的时候 满脸褶子 丑得我呀 都快背个气去了 太后来呢 真是越长越好看啊 杜医生 对不起啊 是我们叛下海了 冤枉您了啊 嗯 刘医生 谢谢你啊 把这事情给查清楚了 那个 冒壳子 嗯 赶快道歉啊 那个 其实这个事吧 它也不能怪我们 对吧 那谁想到全世界 不到一百个人发生的事 就瘫到我们家了 别那么多借口道歉呢 那杜医生 对不起啊 我没事 被患者和家属质疑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是 你们最应该道歉的人 是孩子的妈妈 我 对不起 不是让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带道歉 我回奶了 我没有奶给宝宝吃了 我再也没用 老婆 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咱不是买了奶粉了吗 咱就让孩子吃奶粉 我知道这下天 要得受委屈了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 就不难受了啊